欢迎收看每周一到周日晚间9点播出的张有华听三国 我们上期就是谈到了诸葛亮 他要北伐之前 他所做的所有的人事安排 那这种人事安排完完全全都是出于政治考量 而不是出于北伐考量 刘备让李延受招辅政 可是李延从来不到成都任职 诸葛亮为什么不让他回到成都任职 他回到成都任职的话 他马上就有三个问题发生 第一个李延是上书令兼中都部 李延那个时候他还是上书令 那所谓上书令就是皇帝身边的进程 我们看御史忠臣上书令跟司令校尉 这三个职位叫做三独座 虽然品位不高 他的官品他的位阶不高 但是他是实际掌握政务的 等于是皇帝个人的秘书长 叫做上书令 诸葛亮为什么不让李延回到成都 一旦他当了上书令 诸葛亮所有的表彰就必须要透过李延上达到阿斗那边去 这个时候李延如果跟阿斗之间 关系结合的话 对诸葛亮来讲是不是一个威胁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讲过了政治是有排他性的 那诸葛亮会让李延回来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李延回到成都 各位要知道 李延身边也有兵 虽然白二上兵他交出去 但是他还有过去他训练出来的周军兵 因为李延也凭借着这一支部队 去平定过建伟郡的一些内部叛乱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厉害吧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李延本身 本身他也可以招募地方部队 所以我们可以看 李延不回成都 完完全全是出自诸葛亮的安排 换句话说 不是阿斗的意思 也不是刘备的意思 是诸葛亮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来看看 就是说诸葛亮北伐 李延的角色为什么不见 如果同为顾命大臣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李延在诸葛亮北伐 按照蜀汉的二元体制的话 就是丞相守边 然后第二个大臣就在成都担任留守 那换句话说 过去蒋婉 他住浮城的时候 费衣在成都帮他主持政务 费衣出兵汉寿的时候 将为在丞相府任职 这个是蜀汉独特的二元体制 那这一种二元体制 确确的说 就是丞相领兵在外的时候 家总有人会帮你开门 况且会看得很好 那诸葛亮北伐 那谁担任刘府长使 或者是谁 比照蒋婉废乙废乙将为 将为成齐的模式 驻守成都 第一人选 各位应该考虑到 就是李延嘛 但是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却把他移屯到江州去 换句话说 李延从担任辅政大臣 都在地方任职 没有在中央有任何的角色 虽然他家光禄勋跟飘弃将军 但是这些都是家官 只是提高他的俸禄 但是没有提高他的官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就是诸葛亮出师 李延的角色为什么不见 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 李延不是没有军事能力的 李延在刘备法阵旁统 他们要攻进成都之前 李延也曾经领兵作战 可是他投降 因为他投得非常漂亮 而受到了刘备的注意 就是说李延过去是有领兵的记录 除了领兵以外 建为郡的内部叛乱 他没有请示刘备 他就把他通通清理掉 他用周军兵清理 他不要求中央的协助 换句话说 李延是有军事才能的人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文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诸葛亮北伐 那请问你留守应该交给谁 当然交给府政大臣李延 就政治伦理上面你来讲的话 李延的重要性是超过了蒋婉 可是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他还是把刘复长使的位置给蒋婉 并选定蒋婉为一个接班人 各位讲悬不悬 况且蒋婉那个时候 只不过是东朝院而已 所谓东朝院 就是丞相府里面 主管选举的一个处长而已 他连厅长都不是 他连部长他都不是 他只不过是一个处长 厅下面的一个处而已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李延要求开府 为八州赐使 李延为什么要求开府 非常简单 魏明帝曹瑞死了 还有魏文帝曹丕死了 那朝批帮他选定了四个 好 辅政大臣 那在四个辅政大臣 各个都开府 连司马懿为辅军将军 他都开府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想想看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魏明帝帮 魏文帝帮 魏明帝选 辅政大臣 陈群 司马懿 朝贞 他们开府 对不对 好 问题来了 这些人都可以开府 那为什么辅政大臣的李延不能开府 所以李延就写了一封信 他告诉了诸葛亮 就是说能不能够让他开府 那开府是一个特许的权利 那这种特许的权利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上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蜀汉先祖传 刘备到死前都没有让诸葛亮开府 他虽然他是丞相 但是他丞相府的位置全部都是刘备指派的 诸葛亮没有权利去指派任何一个人 到他丞相府任职 一直到刘备死了以后 诸葛亮才开府 那这个时候李延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都已经开府了 你我同为府政大臣 我也算是二号人物 为什么那我不能开府 自辟了数 而且我到了江州 所以李延那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要求开府 第二个他要求李延自己 他要求担任八州刺死 一个一州一个八州 那换句话说 李延要的是什么 我也要我的割据王国 你管理你的成都 我就管理我的重庆 而不是说连永安都督 连我李延 上书令 兼飘吉大将军 加光陆勋 我都不能开府 就是我李延 只能够拿高额的奉路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求开府 我要求担任八州刺死 一旦李延担任八州刺死 八州他只不过是蜀汉一州郡里面的三个郡而已 一旦李延要求开府 然后担任八州刺死 整个蜀汉内部就又有二元制度的发生 那这种二元制度两个实力相当的人 我们叫做分辖制度 就是换句话说 一旦李延要求开府担任八州刺死的话 他有权力调动八州地区的所有的兵马 至少是我统辖区域里面的兵马 我不必请示诸葛亮 就是如同他在担任建委太守 他可以自己率领周军兵去平定叛乱一样的 那诸葛亮不答应 诸葛亮为什么不答应 诸葛亮非常简单 我怎么可以让你有发兵的权利 那更重要的 你分辖的权利就几乎让四川东部完全归你李延掌握 这是诸葛亮不能忍受的 所以诸葛亮延迟拒绝 就是毫不考虑的拒绝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诸葛亮写信给李延 李延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刺激诸葛亮 就是说 那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请求的话 你就自己夹九席吧 你就做那个曹操第二 然后诸葛亮很不客气的写了一封信 如果能够还于旧都的话 他十席他都可受 就是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九席 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席呢 是金银铜铁席的席 你家九席通常都是称王的象征 所以李延那个时候就干脆 他就告诉诸葛亮 你不答应我这样子的话 那你干脆自己称王吧 对不对 那诸葛亮就很不客气的 写了一封信给他 如果能够还于旧都 消灭朝魏 他十席可受 那这句话 你很多很多人 就是说诸葛亮讲这句话 非常不得体 但是诸葛亮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 人啊 总有情绪的 三个字叫做不耐烦 为什么诸葛亮不耐烦 从我住汉中要北伐的时候 你就接二连三的 每一次都在考验我 就是说你要给我这个权利 你要给我那个权利 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时间一久都会不耐烦的 各位要知道 连曾国凡他都讲过 唯一政治要耐烦而已 他可以耐烦 但是当一个政治人物不耐烦的时候 就是四个字叫适可而止 就是李言你就适可而止吧 如果你再不适可而止的话 未来 未来 你成为我的包袱 你又变为我的累赘的时候 我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你 就是这个时候诸葛亮已经显示出 他对李言越来越不耐烦 他就讲你一天到晚跟我要这个官职 然后来责难我 为什么不这样子 为什么不那样子的时候 我身为从将我凭什么听你的 是你听我的不是我 我要听你的 你要我分官设职 你要我割权 你要我放权让利 我已经告诉你 那我办不到 但是你依旧来跟我讨论这些事 当一个人不耐烦的时候 各位要晓得 他的理智线会崩溃的 诸葛亮 他虽然他的理智线很好 可是面对喋喋不休的人 他对李言 他就非常不客气了 已经讲了这些话 那这些话是叫气话 所谓气就是 那我非常生气 就是说这个问题 你不要跟我讨论 那明天到晚跟我讨论 没有结果的问题 所以诸葛亮非常生气 他就写了一封信骂他 然后李言角色被摆弄 就是说李言说他要开服 李言说他要担任八周四十 李言说那我虽然是飘吉将军 我虽然是光禄勋 我还是可以开服 是你给我加官 那这些职位都可以开服 但是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诸葛亮只给他增加奉公 你就不用管事 那这一点对于一个辅政大臣 你尤其二把手而言 这个尊严会受到重创 就是说诸葛亮在处理李言这件事情 他虽然不耐烦 那毕竟他是二把手 但是你连李言的尊严 你都不给他的时候 那请问 你叫李言怎么处理 换句话说 李言也好 诸葛亮也好 到了最后他处理问题 会到情绪化的地步 大概四个原因出城 第一个 孟达事件 他跟诸葛亮之间已经没有互信 那第二个 你又派陈道来监督我 这个已经不是诚信的问题 你等于是把我视为你政策上的对手 那第三个 我要求开辅求为八周四十 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卑微的请求 可是对你来讲 你却教训我 那你第四个 我所有开的条件 你通通不接受 我的建议你也不接受 那我劝你干脆当王爷算了 你反而骂我一顿 那我想就是说 李言也好 诸葛亮也好 他们两个的相处 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时候 第二次北伐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裂痕 那况且这个裂痕 我个人认为 不是李言主动挑衅 而是诸葛亮有意促成 因为李言的问题 我相信诸葛亮 他有他的一个时间表 那这种时间表 我讲一个例子 大家就很清楚 李登辉跟郝伯春 李登辉迫于无奈用了郝伯春 说了肝胆相照 可是他的时间表 他已经定了出来 等立委选举完 等立委选举完 然后你行政院进行总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要收拾你 所以任何一个 一个政治人物的上台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上台 我告诉各位 你上面的长官 绝对都有一个时间表放在那边 这边 我再举一个例 大家一听就清楚了 蒋介石时代 他的党的秘书长 叫做张立生 张立生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 蒋介石用他是不得不用 他的目的是来牵制谁 他的目的是要牵制神城 好 那张立生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蒋介石马上让他下台 就是说蒋介石讲说 今年的祝寿 你们不必为我祝寿了 每一年都搞那个祝寿 那就不必了 那张立生这么一听以后呢 既然总裁就是蒋介石 你有这种指示的话 他就是说 把外界所有给蒋介石的贺电 通通放在保险柜里面 就是说既然总裁他有交代 既然总裁他有交代 说不必祝寿 也不必劝他连任 如何如何 他放在保险柜里 到了最后蒋介石 他左等右等 这些贺电怎么都不来的时候 他就问了张立生 你有没有贺电 看到什么贺电 他说有啊 通通放在保险柜 等张立生把这些贺电啊 还有拍蒋介石的电文啊 拍蒋介石马屁的电文 通通都整理好 送到蒋介石桌上的时候 蒋介石就突然拿了一张辞呈给他 你的辞职我已经造准 原来依照惯例 张立生是弄一个客套 他说表面辞职 其实他心里根本不想辞 就只不过是客套嘛 好吧 你要弄我就给你吧 结果没有想到 蒋介石流中不发 一直到了最后 他叫张立生走 张立生一看到自己的辞呈 他说这个辞呈我好像一年前递的 但是蒋介石说辛苦你了 你好好休息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政治人物啊 政治人物啊 他们对于一些要你配合的角色 或者要你一些配合的事物 如果你真的不做的话 或者你真的做不好的话 他会有一个时间表 放在那个地方 他随时可以让你下来 三个月 散开